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1号也是《世界阿兹海默症日》 我们知道以前他俗称老年痴呆症 那有一部本地电影 大家应该会记得很清楚 就是《拿督黎明仪》他演的 他不是一直忘记 会问他的儿子 吃了药没有 吃了药没有 是有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连子女结了婚 没有都忘记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 不是阿兹海默症患者本身而已 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照顾者 因为照顾者长期的照顾时间 可能会导致我们担心的 久病床前无效子的一个问题 是 尤其是如果是自己家人 亲身在照顾患者的话 精神上的这一款就要考量了 马上来进入今的主题 阿兹海默症或称为失智症 是一种大脑异常变化疾病 也是一种不正常的老化现象 主要影响记忆 心智 生活自理能力 以及各项认知功能 随着患者病情的恶化 在没有任何帮助下 他们基本无法进行日常生活 由于对疾病的不了解 再加上需要长期照顾一个 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患者 处理他们各种各样的状况 同时还要兼顾工作 因此照顾者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将导致情绪问题 甚至家庭成员会开始 互相推卸照顾责任 趁着世界阿兹海默症日 我们就来告诉照顾者 照顾路上他们并不孤单 适时寻求援助 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吧 是 我们说要把一个人照顾 一个病人照顾得很好 本身也要对那个病情 有很深的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 这个临床心理师先请来 我们欢迎梁耀文老师 主持人好 你好 是 先了解这个阿兹海默症病情 我们简短地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病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是 那这一个好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它主持人就是这个老人时代症 它主要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记忆 还有我们一些热常生活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的整个进展是十分缓慢的 它多数可以去到七到十年里面 那通常就在六十五岁以后的发生 那它影响了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认知上面 认知上面我们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话 可能会一直重复问问题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我们的这一个 热常生活的这一个功能 打个比喻我们不能够独自地去买东西 不能独自地做饭等等的 那去到最后的时候 它可能甚至还会去到讲说 它的这个性格有一些突变 它可能会突然之间容易怀疑 或者是有一些幻听幻觉等等的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我快点死这样的呢 你要躲我财产 对 看戏 看戏 看戏手艺这样 但有很多观众朋友 他也跟我们抛出一些疑问 比方说这位观众朋友 他手机尾号5431 是 他说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差 那老了之后 会不会更容易患上阿兹海默症 我相信那么多人有 这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 对 是 那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研究显示确实有些年轻的人 如果他有这一个记忆比较差的情况的话 他可能会有这一个风险 但是他不代表一定会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状况 比如犹豫症 焦虑症等等的 他也会有这些状况 也会导致脑的退化 他不是脑的退化 是记忆的退化 在临床上现在还没有办法定夺出 它到底会什么会发生 原因不明 治疗方式也不明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可是老师还有一个观众朋友 也投了一个疑问 手机尾号9130 他说阿兹海默症到底会不会遗传呢 在这一边我们就会发现 研究发现 研究显示是会的 是有一些风险在那一边 是家族集团的风险 会有风险在那一边 是 那对于这一类患者 因为他们不只是记忆力变差 到了晚期的时候有各种更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影中 他有生理上的衰退 对 他连穿衣服都不会 吃饭有难度 对 照顾者也要面对很大的难度吧 是 它这一个它直接就会影响到 那一个照顾者的心情 我们知道今天如果要照顾一天两天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家人 大家会对他有这个期待 而且他是长期的照顾 他也会有累的一天 他也会失去耐心的一天 更何况这个患者 如果是家人自己本身照顾的话 你在照顾这个人 他的完全的性格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可能 他以前很温和 对 现在变得很暴躁 有点焦虑 有点暴躁 对 其实变成家人 家人自己本身照顾压力更大 对 所以老师 你一般看到 在你临床上的一个案例 那一般照顾者 他们会不会很容易 变得情感上有很多负担 情绪变得很负面 其实真的会 因为如果我们再去看的话 有一些照顾者 他是由家人 可能几个兄弟姐妹之间选出来的 那选出来的过后 突然之间好像全部的重担 都会烙在他的身上 那其他的照顾者 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 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 会来看一看 但是他那个心理负担 对照顾者来说是非常地重 所以其实老师给的建议是 要学习药物和治疗方法 照顾者本身 对 因为这一个是 我们容易有些时候 我们发现到 好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那一个病人突然之间 跟我们之前所认识的性格 很不一样 他突然之间是无理的 可能在我们眼中看来 是无理的取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可能会心里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我是不是做错了 对 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病情 这个情况 还有这个药物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会帮助我们更加有耐心 更加有效地照顾到这一个患者 好 那很快带过给观众 再重温一下 因为这个课题我们之前曾经谈过 我们结合曾经谈过 那这一次我们就重温一下 这个前期 中期跟后期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先请老师说一说 这个前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会健忘 那我们开始讲话的时候 会丢三落四的 然后接下来会在一些熟悉的地方 迷路开始分不清楚今天是哪一天等等 那很难去做出一些决定这样 那中期呢 中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是 它更加难 它更加难 而且 以前可能只是丢钱包找不到 那后来连就是老朋友开始不记得了 对不对 它会的 好像今天我 昨天我做了一些什么 或者刚才我吃了一些什么不记得 然后不然就是 正好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些问题 而且它吩咐你做的东西 可能你告诉它 它也会忘记 已经交代了 它又再问 那这一些包括到后来的时候 可能很难独自的生活等等 抬一抬下面那条出现不恰当的行为 比如 那可能他突然之间会很生气 那他就说 好 我都不要 你们也不要我了 还是什么样 我就丢东西 那我就突然间发脾气 但是这一些是你完全不了解 为什么他这么做 我们也没有对他非常地差 而且这种脱戏的行为 可能是以前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他连这些礼节都不照顾了 是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 老师 它会严重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 到后期的时候 其实接下来最严重的话 它可能会去到它无法进食 它无法吞咽 是这言语会有问题吗 言语那边你很难说 有时候会失禁 有些这个大小便失禁等等 严重的话甚至会无法走路 因为它这一个是 这个头脑的部分 整个的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它不是有心要这么做 而是心有余额力不足 好 那这些都是患者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这个照顾者本身身上 先谈一谈说 照顾者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要如何去应对 前期如果照顾一个前期的患者 我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是 那首先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去让这一个患者去做一个真正的评估 那评估去看他现在已经到达了哪一个阶段 那医生跟这个治疗师会给你一些建议 包括他的现在的激励去到什么阶段 你们在照顾上可以助力一些什么 然后如果他们有开始有一些忧郁跟情感的这一个情绪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针对性地去帮助他 接下来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那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打个比喻财务管理 购物 可能他已经不能够好好地进行 好 上网购物 陈奕婷现在已经不会了 好 那中期若是照顾者 中期的患者 我要怎么去照顾他 那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做一治理的部分 可能他的这一个洗澡 可能他的这一个大小便等等 有需要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安全又舒服的环境给他 其实这个让我直接联想到厕所 以前我们家的厕所不会有把手 对不对 现在你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说 再给这个患者的厕所按把手 或者特定的警铃 是 好 那下面那个管理行为紊乱或不恰当行为 要怎么去回应 那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跟他讲道理 其实在这一个中期的时候 已经不谈逻辑了 其实不一定要跟他讲道理 反而是你可以去讲 好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 那你继续给他下一个建议 跟下一个我们所谓的教育就可以了 所以中期还是可以给他建议了 是 老师 您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虽然他已经失去了认知能力 或者他功能上的自理能力 但是你对他的情感的同理 他感受得到是这样吗 这个时候还可以 这个时候还可以 可是去到下一个阶段后期就不行了 后期的时候就比较难了 后期的时候应该怎么照顾呢 因为你又不能讲道理 你又不能动静怡情 怎么办呢 后期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是照顾 他生理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他到底安不安全 他吃跟喝 很多时候人家会说 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个父母亲 你今天要不要吃什么 他可能达不到你了 你直接告诉他 后期已经达不到了 他可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他做不到决定 那这个时候你反而是提供一些 你觉得他可以吃的东西 好 你先来试试看这个对你好的 这是完全另外一套的方式来应对的 就是我们扑上常人说 我照关心你 所以问看你要吃什么 这个时候已经不管用了 那应该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体积很大的小宝贝 他完全是需要依赖你的 没有办法 全力地指导 而不是你交给他决定了 对吧 就可以的话 后期的时候 尽量就是在生理上的这个部分 让他过得好一点 是 那伤心的话 你就同意他就好了 不用再跟他说什么道理 是 好 那听老师这番话 让我对这个照顾者的这个角色 有更深一步地了解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继续跟大家聊聊照顾者本身 如果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 他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求助 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照顾者 他面临的种种压力 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 心理上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和负担之外 其实它也会反映在我们的生理上 我们请临床心理师梁耀文老师来跟我们讲 一般上这个照顾者本身生理的变化有哪些 是 因为他已经是长期在照顾 或者是讲说一开始他完全没有留意到 或者没有想过他的亲人会这样 所以他在那个生理上的时候他全心全心的照顾底下 他可能比其他非照顾者会有这个肥胖或者心血管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的这个免疫力其实会下降的 因为你劳心劳力 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到这一些照顾者 比其非照顾者他用药吃药的那个东西会更加多 会量更多 量更多了 他可能要吃一些情绪的安定的药 他可能是这个或者他平时有什么病的时候 他需要的那个分量可能会更多 血压更高 是不是建议说如果是要有其中一家人 需要照顾这些患者的话 就选一颗这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是可以这样子说吗 或者是身体要比较健康的 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 就是全号标准那个有精神衰弱 又有高血压的那个 因为我们也看过不少家庭悲剧 到最后照顾者本身可能崩溃 或者失手做了什么汗事这样 伤口愈合慢可能也会出现在照顾者身上 因为他免疫力降低了 然后患病几率和死亡风险也会增加 就想说持续多年 他们说持续多年甚至是导致这个 照顾者会更早的死亡 是 那情绪上他是照顾者本身 老师他会更容易比一般人 有忧郁症之类吗 其实那个忧郁症状会增加的 因为他整个的压力指数 比其其他人压力程度比较更高 而且是长期的 我们比较不担心 我们比较担心的不是说 他短期很大压力 而是长期就算压力不多的话 长期下来也是很耗人 慢性和累积 对 是 那我们今天没到观众问题 他就问说 请问照顾患者的这个人事本身的情绪 会不会直接影响患者 其实他会的 不多不少 因为如果你已经失去了那一个耐性 然后那个患者做出一些 在你眼中不可理喻的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们之间的那个互动就会越来越不好 然后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其实也会影响患者 尤其是前期跟中期的时候 患者还感受得到的 好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 这个照顾者本身不只有压力 他还会有自责的情绪 因为他同时扮演太多角色了 比如说他可能也要扮演 经济来源的支柱 这个是他一个角色 要家庭成员 对 就是照顾者的这个角色 是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好了 在家庭中 他可能这个照顾者本身 很多是落在媳妇的身上 或者女儿的身上 或者独生子之类我们也看多 那他又要照顾孩子 自己又要工作 是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再加上很多人会止三到四的 没有照顾的人 他会突然间告诉你 所以你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尤其是一开始 前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 其实我们应该不要完全帮助患者 做完全部的东西 前期的时候我们反而要鼓励他 一些他还可以做的 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 他也应该要做 我们能请梁耀文医生来举例吗 他可以做的日常活动可能是 比如说他因为像前期的患者 他会问现在几点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训练他 一直回去自己去看表 看忠 是 这个也是好的 这是一个训练 对吧 这个也是好的 要不然是讲说 要不要明天要吃什么 这些你都还可以 叫他去买菜什么 他都还可以去想 要让他去做 要尽量叫他多用脑 是吗 那讲到多用脑这个块呢 我就有想到一个东西要请教老师的 坊间常人家说 这个脑也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常常去锻炼 很多人说 比如说打爬枪 弹钢琴 玩音乐 或者是做酸素 这些心酸那些东西 有帮助到可以避免阿兹海默症 这个讲法有根据吗 好 我们这样子说 它不是避免阿兹海默症 而是它会如果我们已经有这一个状况的话 它会让我们的这一个严重的程度减缓 好 或者是放慢 放慢 对 好 是 那回到照护者本身 我们说照护者本身有一些可能到最后 他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 因为他才能24小时看守着这位病人 所以经济又成了问题 对 当经济成了问题的时候 他的那个压力又来自于经济了 然后再加上他家人 如果是讲说他有孩子的话 那些补习费等等 那他心理的层面是怎么样 好 现在我从有工作变成没有工作 那经济来源我要打个比喻 跟先生跟这一个其他的兄弟姐妹拿 但是在那一个里面 他突然间失去了很多的控制权 对 还有他的成就感 是 那有一些可能也去做一些工作 但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 可能不是他喜欢的 是 那这样老师的背景是这个 心理辅导层次吗 这个应该要怎么去避免患精神病 如果说现在我是一个需要 照护患者的人 我应该事先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好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当下的这个心理状况 是怎么样 我有没有处理压力的方法 好 我没有处理压力的方法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否健康 然后接下来是我一定要对这个病症很了解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他不是针对我而做 是一个病症来的 那我们的心情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接下来是每一天 至少要外出一个小时散步 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运动的部分 跟减缓我们心理压力的部分 是 我觉得那第二个点很成立 就是说你要认定这是病魔在做的东西 不是他故意 不是患者故意 对 不是你认识那个家人 对 那当然每天出外散步一小时 这个可能对很多家庭来说 他们认为是一个奢侈 那想办法的时候 家庭成员之间有一个工作的分配 就可以给这个比较长期照顾的人 一个喘一口气的时间 对 要不然就是两个一起出去也可以 比如大家一起走去外面散步 如果一个小时不能的话 至少20分钟 因为研究发现 研究显示20分钟的快走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头脑跟身体 也有很好的影响 放松的功效 有氧运动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照护者本身 他到最后 因为他太疲累 长期照护 他最后连他的社交也牺牲掉了 那这一点怎么办呢 那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们会开始讲 我没有时间了 我就也不想去见朋友 我不聚餐 要不然就是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 我也不想让人家看到 但我们发现到自己有这样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有这个觉察 然后跟你身边的家人 做一个角色的交换 就讲说我需要一点时间 代板一下 那会不会鼓励像国外 国外这些 比如说训练群 就是说你家有这样状况 我家也有 同一个群体 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谈一下 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说法的方式 这一个是一个资源小组 试验团体的方式 也是非常地有效的 如果我们可以找得到的话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觉得说 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因为很多东西 心路历程 只有照顾者自己本身才知道 其他的人可能讲得比较俗语一点 就是触把嘴 我国这边有这样的支援队吗 那这一个我们应该是可以 去问一问等下的 好 那另外一个状态是比如说 这个也不只是说照顾患者 平时的人如果是一直处在 在精神压力的状态之下 很容易我们叫Burn Out 就是耗尽的这个状态 是 这个状态能请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到底是什么状态 是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身体的话 我们会很容易累的 我们就在睡很多都 我们整个人的这一个力气 这一个能量会很低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很容易忽略到休息 跟吃东西的时间 也会发现到这一段时间 有特别容易病 然后在思想上 我们突然之间会非常地负面 很多东西我们都会觉得说 很消极的 很消极的 其实这个 我们现在都市人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除了吃方面 除了吃还是很会吃以外 有一些人还甚至很沮丧 因为他已经都很负面了 所以他可能会郁郁寡欢 显得很压抑 或者有一些人是相反的 大发脾气 而且会不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比如说 因为刚才我们说他会退缩 那就证明说 你的这个 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影响 对的 那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越来越严重 对的 因为到最后 唯一跟你接触的就是这个患者 而患者有时候会发你脾气 然后到时候 你去跟身边的兄弟姐妹讲的时候 他们只会教你有耐心一点 然后他是你的爸爸或者妈妈 他也不想的 你这样肉回 这样子跟你讲话还不错 他跟你说 你这不可以耐心一点吗 这样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家庭革命会发生 对 那作为招呼者本身 他要怎么样去抽离呢 是 那在这一个抽离的角度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社交 无论多辛苦多没有时间都好 一定要有一些人 可能一两个 你的好姐妹好兄弟 至少可以给你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好 问题来了 请问我们现在讲到社交吗 那我们现在所指的社交是真的社交 就是去外面见真的人 社交媒体呢 其实会弄小管做吗 可以抒发吗 帮助吗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话 我们一通电话也好 用这一个视讯的视频的方式也好 至少你有一个人真正的交流 可以倾诉的对象 是 倾诉就免了 好像全部是疯子 对不对 全部都是讲义无聊的东西 不一定 也可能会交到一些真心朋友 或者说宗教上那些寄托 有一些人会去跟他的那个 可能告解还是什么的 都会很有帮助的 再来就是善于求助 老实说 这个求助的对象 那这一遍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如果今天刚开始病发的时候 你刚开始照顾人的时候 有人讲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压轴人的那个做法就是 我不好意思叫你帮忙 其实不是 有人提供的方式 赶快 赶快抓住他 直接讲说好 你可以帮我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结果对方的这个表情 马上就有点后悔 问了这句话 因为他如果当你做这一步的时候 你开始训练自己 愿意求助的这个方式 而且对方也知道 我可以在这一边帮得到你 那整个东西 起码一开始工作 有一点点分配出去 有人帮你减轻 是 那十分钟十五分钟 也是非常珍贵的 对于照顾者来说 那求助的话 如果是求助比较专业 像你们这样子的 心理师 有什么大差别吗 跟我跟朋友聊天 那这边求助 可能是讲说 帮你去一起去 买一些食物 这一些 也索睡的 索睡的 但是也是非常压力的 长期做起来 但是我们专业的 我们就会讲说 好 我跟你分析整个状况 那在照顾上 我们觉得什么样的 这一个方式 怎么样的策略 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应该双管齐下 其实最好的 多层次的求助对象 再来就是合理的休息 这个合理的休息 怎么样算合理 其实我们都知道 休息六到八个小时是 一定要的 是最好的 是最健康的 可是过度休息 过度睡眠太过长时间 是一个病态的 它有可能是一个 焦虑或者忧郁的状况 如果你睡太多 但是你睡起来很累 你每一天都 这样子的恶性循环的话 它可能也是一种症状 那那个要寻求一些 专业的治疗 那亲友的拜访呢 这一点是指 要多拜访亲友 还是多让亲友来家里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他到这一边 是回到那一个社交 你的整个生活 你不是整个生活的中心 只剩他 这样子 是 可是医生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 他到最后 为什么他情绪压力这么大 因为他有很矛盾的感受在里头 一方面他想要对这个病人 做最好的照顾 另一方面 他又觉得自己不够好 很矛盾 对 是不是我做错了哪里 我导致他有什么什么 更恶化的那种变化 这一点呢 医生的建议是什么 那这一边我们可以讲的是 第一步 我们要认识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自己是有极限性的 没有一个人 他可以是一个完美的照顾者 没有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是尽力做好 然后这一个家人 心爱的家人 这个状况其实是全家 整个家庭一起去分担那一个责任 一定要看到这一个 那我们怎么样地去解决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类似的培训 那如何做好一个照顾者 然后如何去沟通 然后接下来是征求一些专业的意见 记得这一场仗 它是一个马拉松 不要一个人去打完 是 最好是接力 对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 那些双管旗下 就是你可能找一些朋友 情愫的话也找人专业的 那自我的本身也是一些方法 是可以自己去疏导的 是 那在自我疏导的方式 没有几个 就是看我们平时放松的方法 在什么地方 那有一些时候 有些人他本来就很喜欢做运动的 那运动本身就很能够帮助到 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他不是 比较少做运动的 可能他可以用冥想的方式 10到15分钟的一个冥想 就是注意好自己的呼吸 注意好自己的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那一个也是对他非常有帮助 那要不然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意念形象法 就是我们去想象 一个非常放松 非常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脑海里 它可以是很漂亮的海边 它可以是一个很美的花园 那你在那边播一些很轻的音乐 在那边让自己好好地休息 好 是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梁耀文医师 跟我们讲解了这些 照护者本身可以给自己 找到的一个支援的力量 我们谢谢您 谢谢 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 刚才梁耀文老师说 脑子用得越多会越好 它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记忆力的 帮助记忆的食物 南瓜 南瓜是β胡萝卜素的绝佳来源 南瓜中的维生素A 含量胜过绿色蔬菜 而且含丰富的维生素C 鲜、钾和纤维素 中医的角度 南瓜性味干凭 能帮助清心、醒脑 还可治疗头晕、心烦、口渴等 咽虚火旺病症 因此神经衰弱 记忆力紧退的人 可以南瓜入菜 每日一次治疗效果较好 深海鱼 深海鱼的鱼有富含Omega3 其中的DHA更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 特别是脑和视网膜的细胞膜 此外 DHA在维持大脑皮质功能和记忆力 甚至是胚胎与幼儿的脑部发育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深海鱼还含大量的蛋白质、钙和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分解胆固醇 使脑血管通畅 葵花籽 葵花籽是向日葵的种子 由于含有大量的油脂 因此成了重要的榨油原料 是近几年来深受营养学界推崇的高档健康油脂 葵花籽含有丰富的铁、铅、钾、铭等微量元素 以及维生素E 有一定的补脑、健脑作用 可使大脑思维敏捷及增强记忆力 梅类 梅类富含抗氧化物 可减少自由基对脑部的破坏以及延缓老化 此外 梅类还含丰富的维生素C 而脑细胞合成主管记忆力的神经纯的物质 以先胆减食 就需要维生素C来达到其功效 颜色越鲜艳的梅类 营养价值越高 欢迎回来 是的 今天是9月21号 也就是全球的这个世界阿兹海默症的这个提升一时日 我们来到现场 我们有来自阿兹海默症这个协会的会长 Jeffrey 你好 你好 你刚才提到说 今天9月21号是全球所有非政府组织 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的 今天就是你的正日是吧 今天是正日 正月是唤醒的绝日 在9月份全球有186个国家都参与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是提醒人们对阿兹海默症的关注 对不对 这个最重要是要让更多人认知 认识 认知就是他们觉得阿兹海默症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句话 老年人痴呆症 其实我们也不可以放这句话叫老年人痴呆 在福建的话是比较难听的 有贬义一点点 所以我们是想把它名字改成老年人痴症 是 因为它失去了智力 还有各种智力的能力 智商 是 但这个基金会成立了多久 在马来西亚的话 1997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23年了 在这20几年间 非盈利的 我们是非盈利的机构 你们做了哪一些努力 去推广大众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可以举个例子 20年间里面首先有两个护理中心 其中是第一间是在达曼西亚地 也是一个护理中心 然后那一间后来是被人家收购了 就是整块地是拿来做一个公寓 变成我们另外在巴达林寨也 再找多一家 就是护理中心 这护理中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提供护士还是提供训练呢 我们护理中心是把那些病患者 还有他的家人要照料家人 一起在我们护理中心做培训 那在照料他们家人里面 我们也提供很多的资源给他们 去学习如何照料 比如说这张图 这些是患者在做运动吗 对啊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创举 这个是在Atrea 就是在购物中心里面 购物中心里面 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购物中心 因为平时照料的人都很辛苦 照料的父母性很辛苦 压力很大 甚至于他们要剪头发 他们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 如果在购物中心就是在购物中心里面 他除了把两三个小时 放在我们一起来学习 就当他自己去做他要做的东西 对 然后又回来带他的父母亲回去 跟他们一起吃饭 交流 这个就是购物中心吗 就是 我们把它分成这个阶段 是说我们也要把资源去教他们 可是教他们的话 他们也要他们的时间 他们带他的父母亲去 可是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 他可以花很多时间 很长时间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 刚才我们提到说一个支援 类似支援的团体 这个支援的团体 就好比说你家有一个老人 这样子 我家也有 就大家聚在一起 社交活动 你会感到孤立 对 这个就是把他们的压力减轻 把他们那些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面对面子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一起做活动 他们一起做运动 他们做交流 谈话 虽然是简单单的那几句话 可是对他们来讲已经帮助很多 所以在能够做到这个活动之前 我相信您的基金会本身 已经有一批专业的护理师 是受训的 对 在全马有多少这样的人 我们在这个二十年里面 我们也曾经办过很多场 这个内室的讲座会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 目前是除了是开护理中心 因为护理中心开不完的 全 哪里都需要 哪里都需要 就是我们只能够做到训练 那些训练的那些老师 比方说医生或者护士 我们也尽量培训 在我们现在的那个 培训的过程里面 有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我们要培训 第一级就是医疗线的那些学术者 医护人员 我们医护人员 我们会跟那个国际 ADI就是Alzheimer's International 国际赛 国际的那个 阿兹海默症基金 阿兹海默症基金会的联营 它有一些很专业的课程 是训练老师 就训练医生护士 那是前线 第二个我们会训练那些 普罗大众的那些 推修人士 他们有一定的学术 比方说老师推修了 或者是工程师推修了 志工 有一定的知识 有一定知识 他们愿意来花一点 他们的时间来参与这个工作 我们来培训他 那讲到刚才这个认识 对于马来西亚 目前对阿兹海默症的认知 就是意识高不高 那你们面对到的这个挑战有哪些 我可以这么讲说 甚至于住在巴达林的人 也不知道我们的服务中心在哪里 隔壁邻居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也不知道你们干嘛 因为这些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忙碌 可是如果他稍微知道一下阿尔斯海默症症 或者是这些很需要照料的病人 去哪里 那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在上来这个节目 是做一个醒觉运动 就像我们今天带这个绿色的绿色 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月阿尔斯海默症症 到底那个醒觉在哪里 那大家都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意识 还低 低还是高 跟其他国家比较 我觉得还算不是很高 OK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这么讲 在华人圈子里面 有钱的都会找一些好的老师 好的医生来治疗 比方说一些普罗大众没有钱 他怎么样呢 在哪里找 他除了自己照顾的话 他更需要一些 像我们这种服务的团体 对 比方说我打一个比喻说 跟你们大家分享 曾经有一个人 他是单亲妈妈 他在圣美兰州 他住在公寓里面 是他每天上班 他母亲煮饭给他吃 可是他母亲煮饭给他吃 有一天他母亲忘记关火炉 就变成整个他的公寓着火 可是戈壁邻居里面 知道他母亲有这个阿尔斯海默症 或者是这个症症 就赶他出去 不让他住在这边 变成他那个单亲妈妈 单亲母亲的那个女孩 打电话叫我求助 怎么求助呢 让我开中心 在他家附近 他家附近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醒觉运动 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倡我们自己 把他我们学的东西 叫更多人去到处服务 可能我今天叫到一个 圣美兰州的一个医生 或者是一个护理中心 或者是一个公众人士 他愿意帮忙的 他愿意在那边开这个服务中心 就帮助他们吗 你无限欢迎 我们也要把这个醒觉的尽量去 所以你们是会提供这些要开中心的人士 资源一些辅助 训练等等 训练 训练 还有那些很多的课程 OK 那很多其实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他们又面对的 对 就是经济的压力 如果这方面怎么办 这方面的人 我们很愿意提供免费给他们训练 OK 在我们服务中心 基金会本身会针对不同群体 你看我们的护理中心里面 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每一天照料的人 我们才收40块 今年才COVID-19 我们才升到50块 是因为原本上我们照料 一天是25个人 现在变成12个人 明白 因为是SOP 所以要保持一些肢体距离 对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中心的照片 是 所以今天拿到 这是他们玩耍的 有些是给他们玩耍 早上给他们去脚底运动 在脚底里面 训练他们按摩 那些老人家 我们还有给他们丢球 给他们手的运动 然后给他们再唱歌 总之不都鼓励他们 在肢体上跟精神上的运动 我们也是让他们尽量去用他们脑 是 那社会大众如果想要帮助这些群体的话 可以通过您的基金会做到什么事情 来帮助他们呢 首先我很欢迎普罗大众 越多人帮忙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是 不只是我们的华人群体 也有马来人群体 也有印度人团体 如果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能够协助他们 首先我要给他们分享我们在20年里面的经验 如何照料那些病患者 因为照料病患者是非常沉重的问题 是 他们可以就是还有什么活动实际的更 或者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你们的 是 省觉的一些 这个今年 今年的那个 就是刚好在 这个 是 进行 这个省觉活动呢 是要给更多人认识到 如何去透过我们的社交网站 给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那个活动 是 然后我们这个 Purple Ribbon 就是说 记得我的名字 Remember me 请你记得我 是 勿忘我的意思 勿忘我 那这个是你们的中心要一些 投款的这个 对 是 这个一盒是200块 认捐 可是很多人买回来 就是送给他们的那些 比方有些公司 他买了10盒 就送给他公司里面 把他们管 员工 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有父母亲 有这个病 或者是有 不禁得可以求助这个 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非常好 双向的这个慈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大家都 到我们的节目来推广 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谢谢您 感谢你们 好 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八八六十四 有什么娱乐新闻预告 Rickman 是的 那么吴清风 原班人马重拍经典的MV 到底是哪一首经典的MV 再来我们新歌类的单元 也为大家送上这个 杨云晴的夏日Party 很有Party Feel 还有就是这一个 这一刻想见你电影的演员 包括了Zan俊倩 有袁彤 还有这个车子 以及许凯 都会上来节目 大聊他们电影的趣事 还有大爆料的 所以你要三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Rickman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有一些重要的政府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 开箱 开始 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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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开箱 一个人 还会置ange子 如果那 perto 如差不多 鼻子 只是 ether남 儿 是一切被决某的苦力 所 Ich faço事的 将义以受监装很快 通过 external aid 政府对但司会 检计划法 包括和这些 和 krie med行业 所以我们的 请抓住手指 长官方非典戏 全愉快 你会购买小伙 G义露等 我希望您的 让您的 是 正是这个视频从7月份开始播起 不断地跟大家说 班级 人口普查 其实它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 从1970年到现在 现在是2020年 所以今年又是时候来更新了 是 那十年才做一次的这个功课 应该不太难了 是 那当然这个的用途 就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面有说 就比如说你这个邻居 你这个区域里面 这社区里面的人口 如果是大家没有做的话 那政府就没有办法晓得说 你的这个医院到底需要多少 提供多少人口的这个流量 对 所以我们人口的数据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把大马统计局的 首席助理主任杨如杰主任给请来现场 欢迎杨主任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那先谈一谈说 就是刚才有大概提到 那可是这个大马人口与房屋普查 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除了刚才讲的那一点 这个十年一次的普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十年我们的人口分布 以及那个房屋的发展都会有所改变 对 所以我们要收集这些资料 来帮助政府在未来的十年的发展 对于这个规划 我们要针对一些区域的人口分布 比如说年龄层 男性女性的这个比例 还有他们的经济领域等等 来做一个更新 是 包括学校需要多少间 医院需要多少间 因为这几年来我们人口已经上升到 三千两百六十万人 那个需求是大大的提高的 对不对 就好比说很常我们听到一些老百姓 会投诉说 你看我这个区域 就公园又不够 医院又不够 就是其实这些普查 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对 避免这些东西设备是够的 但在我们COVID-19这段期间 它还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援助金的派发 对吧 对 是 我们的大马统计局在这个 对抗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提供了2019年人口预算 我们来协助这个政府 推行了这个任性经济配套 以及那个大马关怀援助基金 我们来帮助这个中低收入者 来提供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是 因为要知道人口比例 才叫预算要拨多少钱出来 政府可以承担多少钱 那这个房间我是一个好工迷 我已经长交了 我已经填了 然后再往上填了 可是我发现了说它有很多道题目 其实到底总共有几道题目 一份完整的这个电子普查是108道问题 所以我只有一口气填了108 其实我没有一口气 这个网上填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填了一半 然后就需要去做东西 然后就回来过后 再上网到去 原来就从刚才我停的那个地方 再继续 它有记录 对 有记录 再继续地填完 所以意思是说108道题不必像考试那样 直接填完 分几天也可以吗 也是可以 因为它有九个部分 当你填完每一个部分的时候 它会自动地储存起来 接下来如果你还要再继续的话 你会得到这个一次性的密码 你再输入就行了 可是九个主要的部分是要问什么 怎么会问得那么细呢 是的 我们收集资料 除了这个受访者的个人资料 家庭成员他们的教育 还有这个平日进行的休闲活动 还有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等等 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民的这个福利 还有他们的生活水平 OK 那泰南说你们其实这整个普查 是如何去进行的 我晓得说现在有上网吧 那除了上网以外 还有些什么方式 对 整个普查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进行的 这个电子普查 电子普查是从7月7日 直到这个9月30日就结束了 这个月底 对 接下来的是第二个阶段 我们的普查员将会登门拜访 是 讲到在登门拜访 我们很担心有人冒充 因为担心治安不好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去识别 他是真正的官员 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登门拜访的人 普查员的身份 他会穿着那个统计局的 那个制服 是您现在身上这一件吗 不是 不是 他会有一个地心 然后后面会有印有 统计局的这个字样 或者他们会提示这个身份证 就是他们的ID 对 还有身份证的编码 对 那有办法去 对 怎么去审查吗 有什么电话是可以call的吗 倘若民众对于这个登门访问者 有所怀疑的话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887720 来确认他们的身份 是 所以大家是绝对有这样的权利 说你稍等一下 我先call一下确认 这样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这个登门的普查 它会进行到几月几号呢 第二次的这个面对面普查 是从10月7日直到10月24日结束 整个普查的工作 10月24日 对 好 可是我们知道像维冰这样的好公民 第一阶段通过网络来做普查资料的 它达到了多少个百分比 反应好吗 截至今日用这个电子普查人民 只有1.500万 相对来说是5% 较为低 好低啊 150万 你很厉害 所以好公民是少的 你看大家要鼓励大家多做好公民 快点去上网做 因为上网的话它很方便 像说它很方便 很省时省力 对 是 好 马上了解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种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一个视频 是 从独立到现在才来到第六届 所以我们我国可以新兴发展 这是也是要靠这个Sensus 数据很重要 可是现在要赶进度 因为这么少人才不到5%来做这个普查 对 大家赶紧了 对 统计局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去尽量地尽速推广 在这个宣传活动 我们统计局做了许多的努力 我们在每一个JF机构 购物商场或者在住宅区 我们都有设置一些柜台 我们称之为普查诊所 就是Clinic eCensus 大家有什么疑问就可以直接提出 对 所以如果有民众需要我们的帮助 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 或者我们的普查官方网站 就是我们的www.esensus.gov.my 我们在那边有更新我们的这个柜台的时间 我们逗留的地点还有时间 是 那其实像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担心说这些普查资料这么的细 会不会有外泄出去的可能性 个人资料流露的可能性 不会 隐私的问题 对 一切的这个资料都是保密的 绝对保密 是 如果您也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您电邮到 就是去询问的 他可以解决 解答你心中的疑惑了 好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上节目 谢谢大家要交往 谢谢 杨主任 要赶紧去做你们的这个 一个公民的责任 是 好 那这里也给大家预告明日的主题 有一些朋友 他容易身上有一块块青 那个黑青 黑青 淤青 那可能是子班证的一个警讯 大家要留意 那什么又是子班证呢 如果您也有疑问的话 欢迎您发简讯到 018-37-00-792 明天我们请专家为您解答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这个粮食计划呢 是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的12月 这段期间呢 每一个月我们是预计可以卸出到1000个 在疫情这段时间受影响的家庭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物资减轻他们的负担 这是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意义 受惠者包括呢 B40 家庭总收入低于4000 OKU 单亲家庭 或者是在PJ里居住的居民 大家都可以通过申请 然后经过我们的筛选以后 给予受惠的家庭6个月的粮食计划 包括米 盐 面粉 米粉 沙丁鱼 以饼干为主 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 所以我在此呼吁 如果有任何的人士想加入我们 请联络我们 把这个大爱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